6月22日,网上爆出2020年央视端午节晚会的相关消息以及嘉宾名单,还是相当令人期待。 此次,央视端午晚会的主持人将由央视花旦张磊与任鲁玉共同主持。 两人的业务水平还是很高的,主持功力很强,相信他们一定能hold得住全场。 有网友也曝光了张磊、任鲁玉主持端午晚会的相关视频,看得出来两人还是很有默契的。 说完主持人,再说说最令人期待的明星阵容吧。 从网上爆出央视端午晚会的嘉宾阵容来看,端午晚会邀请的明星还是蛮多的。 不仅有李宇春、张碧晨、陈志鹏、周碧畅、于浩铭等大家熟知的明星,还有天王刘德华,真的是很惊喜了。 据知情人透露,可能是由于疫情的原因,天王刘德华并没有去到现场参与录制,而是通过云录制的方式,为观众带来精彩的表演。 李宇春将在央视端午晚会演唱重新编曲配契的一而再再而三的《喜欢你》,也不知道会不会剩余原来那个版本。 6月15日,美声歌唱家张英席曾在微博发布一段参与录制央视端午晚会的视频,并配文称, 我和秦勇哥当美声遇见摇滚,央视端午节见,从张英席放出的视频中可以得知, 他将与秦勇一同现场,带有端午节龙舟元素的歌曲《众人滑奖开大船》,真的是很贴合节日主题了。 6月16日,陈志鹏也曾在微博,晒出自己录制端午晚会的照片,并配文央视端午晚会《我来了》,端午节。 此外,6月22日,央视综艺官方账号,也官宣了一部分端午晚会嘉宾,其中有李志廷、李沁、刘伟、秦兰,还是很令人期待的。 据悉,今年的端午节晚会特别节目,端午到安康,将在6月25日端午节当晚,在央视综艺频道CCTV3播出。 央视端午晚会并不是直播,是提前录制好的,现今已经录制完成,晚会现场也没有设置观众席,真的是思虑周到。